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一起来画一下这只可爱的小兔子 那今天用到的就这五只油花棒 准备好它我们就可以开始了 那首先第一步用铅笔 把这个兔子的形状 还有万轮廓给它找到 在画的过程当中 注意左右两边这种对称关系 找到就会更好画一点 在画耳朵的时候 就是稍微让它垂下来一点点就可以 让头顶上顶着一个小小的蝴蝶结 这时候我们把它的一个身体 给它找一找 我们在画的时候呢 只要轻轻的把框架定好就可以了 因为后面油花棒 可能会把它的颜色盖掉的啊 好的我们接下来第一步 拿出这样的一个婴儿蓝色 把这个背景全都给它涂上 在涂的过程当中 直接平涂就可以了 注意小兔子轮廓 边边上的时候呢 涂的时候仔细一点 就是有的地方会留白 也不用担心 到时候用刮刀给它刮上填满就好了 好这时候我们用白色 从小兔子的耳朵开始刻画 因为从上往下画 这样的话你的手不会蹭到 所以我们先把它最上部分 就是小兔子耳朵找到 适当的给它调整一下 让它有种翻转的感觉出来就可以了 这时候呢我们拿出这样的一个鲜红色 在这个耳朵里面这一块稍微让它有一种种 发那种粉色的感觉 就是它的里外不同的一个颜色层次 好这时候我们用白色油耗棒 把这个小兔子的脸的一圈都给它刮上 刮完之后再用这样的柠檬黄 把它的身体也都给它全部涂上 脚这一块呢我们用这样的小白色 搓成小球球按压在上面就可以了 这时候我们拿出刚刚的鲜红加白色 调出一个粉色的感觉 它的蝴蝶结就搞定咯 然后中间用了那种浅蓝色 这时候用浅蓝色把它的眼睛点一下 用的是尖头的刮刀 这样更好刻画一些细节 然后嘴巴也同样的我们给它找到 找到之后呢我们再用一个粉色 就是刚刚调出来的粉色再加一点白 它就会变得更加的粉一点 做它的小脸蛋就可以了 好这时候我们把小脸蛋调整一下 把它的两只小手给它放上去 这就是超级可爱的小兔子就诞生了 这时候我们把它的衣服细节再添加一些 比如说领口部分 我们可以再用一点浅蓝色加点白色 调出一个淡蓝色的感觉 这个蓝色呢 它又比这个背景的颜色要深一点的啊 好这时候我们用白色夹刚刚的鲜红 夹了粉色调 去给它调出那种淡一点的 准备画张的云彩 我们画云的时候 第一遍用白色 然后再用粉色 一圈一圈的去给它刮出来 然后呢用手指头去涂抹它 在涂抹的过程当中 大家可以大胆一点多多去尝试 每个人涂出来的感觉都会不一样的啊 大家可以去尝试尝试这边 然后下面呢 其实就是颜色稍微深一点的那种云层 这时候我们来做一个小星星的镂空 我们剪下来一个小纸片 在上面画个小星星 然后用剪刀把这个小星星剪下来之后 我们用它来做一个露印的星星 大家看到吗 直接这样子刮一个上去就可以了 这样会更加方便一点 而且更好的去塑形 星星画好之后 我们把这个背景呢 再来一点白色的小点点 让它更加丰富一点 同时把下面这种云层的感觉 也再给它就是柔和一点点 整体的感觉就是下半部分颜色深一点 上半部分呢颜色浅一点 让它这种颜色 它有个深浅的变化 这个云层画好之后呢 我们把四周的纸胶带给它撕掉 看一看吧 撕完之后 我们用这个定化液呢 给它喷一喷 在喷的时候 我们可以少量多次去喷它 这样更加均匀一点 喷完之后 我们看看整体的效果吧 那今天这个小兔子 相对来说还是很简单的啊 最近因为我也羊了 所以喉咙很是不舒服 今天就是给大家分享的 稍微晚了一些些 那喜欢的小伙伴 赶快去尝试尝试吧 大家一定要保重身体哦 我们下期再见